盘点国拼队那些年的奇葩造型 女队穿裙子根本分不清是对付还是友谊 国拼女队还是孔直岛任职的时候 刮起过一股炸裂连衣裙队服风 2017是拼赛大粉外套加荧光绿短裙 看得出来女队一个比一个狙击 比赛时叮咛和小枣一身死亡芭比粉 这是要用闪下对面的战术吗 后来花花绿绿的裙子是一套接一套 赶上无袖未领的队员尴尬的只想杉杉 捡球的时候都不敢有大动作 还有国拼春晚跳舞营场面 女队员们纷纷穿上巨闪的银色短袖配超短裤 看得人两眼一黑又一黑 问就是孔直岛绝的女孩子天天训练没法穿裙子 于是按自己的审美挑了几套 出发点是好的就是最好别出发 好在莎莎和鰻鱼没赶上那个时代有性逃过一截 而最惨的莫过于叮咛了 每一戒丑裙子都能被她赶上就算了 有次比赛只穿了一条打底裤上场 把外面还有条裙子的失望的一干二截 之后感觉凉嗖嗖的才想起来 尴尬的她拿着球拍就往更衣室里面跑 而男队在赛场上叱咤风云要多帅有多帅 私下里有时候却是啼笑皆非 一年表面上听话的龙队带着男队体验沙特文化 小枣在旁边忍不住的嘲笑 不过最独特的造型还得是许星 说是叙利亚的土匪都不为过 这还不是许星看起来智商最低的一次 当她穿着卫衣搭着马甲在扛个包 和别人交流都像老乡进城怎么走 大头在体坛一直有着博拼刘川峰之称 素颜出场时的牌面都不比那于男明星逊色 唯一两次形象受到迫害 就是疫情期间没法剪头发就留了个拖把头 可林高远站在一起就成了拖把兄弟 下方的大敌也申请加入组织 像是一起从非洲逃难来的 还有一次让大头做梦都想删除的非历史 在杭州被Tony老师剪坏发型 顶着一颗蘑菇头不太聪明的样子就参加了亚运会 偏偏还拿下了四冠王 大头最不满意的发型成了冠军套 夺冠的热搜下面紧跟的就是炸毛 国平队的黑历史真是越巴越野 难怪都说没点喜剧天赋进不了国家队